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许 好点没 我抵抗李强出来 咱演戏结果 出来了 红军取得了胜利 那咱四联的 赢了 赢了 这张手机就放好 我代表集团精党委 来宣布一个命令 三联二整工 个人的 你的 真的假的 你不要我收拾你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别 这 这太大了这 我还不在口阁 如果你有什么意义的话 回到部队逐集上报 贺政官 你要知道很多人干了十几年 都没立过这么大的功 你不装你能死啊 偷着乐吧你 你谢谢这 大人 说实话 要说谢谢的 是我 你通过个人的努力 挽救了沈享受四联的荣誉 谢谢 我只是做了一个士兵 应该做的事情 好兵 行了 同志们都要来看你 我就算代表大家了 我走了 好 志乐远 那无人机不用我赔吧 你打的时候 咱没想那事吗 不好意思 没关系 从你津贴里扣 别啊 我津贴就那么点 哪够赔的呀 逗你玩呢 何正光 哎 何正光 到 狭路相逢 勇者上 这枚军功章 在何成光的手里忽然变得沉淀了 他高兴不起来 有些事情 刹那间 变得清晰起来 他没想到 在哪里 说就是 你可在哪里 你看 那我们的美兽 有些不知 有些不知 是有些不知 有些不知 你要是没有听我们的 他们在哪地方 你还在不知 谢谢 唐姐啊 说真的 要不这次演习啊 我还争不着 能有那么厉害的身手呢 厉害什么厉害 还不是被人割喉了 唐姐啊 我想问你一件事 她 她没把你怎么样吧 谁啊 就她呀 脱你衣服那个病 脱什么脱 我还不知道 你怎么这么三八 我哪有三八啊 算了算了 不该问的我不问 什么叫做不该问的你不问啊 这朗朗的乾坤数万的军队 在蓝军的演习指挥部 她能对我做什么 你说你这小脑子 天天不好好工作 都想些什么呢 胡小杰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给你打回学校 去重新分配 唐姐要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了 但是啊 我就想问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你 背上的伤 是怎么来的 不该问的别问 你还要问 好了好了 我也不是要吵你凶的 咱俩今天是出来散散心的 别提什么演习的事 你没跟别人说吧 什么呀 这些演习的事 这个不需要我说 连部长跟政委都知道了 政委 对啊 这都谁说的 现在男人怎么这么三八呢 唐姐 现在是信息时代 什么信息时代 说下去啊 小九 好 是王老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的手机忘在我店里 还有一通好转 对 我都忘了 我还换了卡画的手机呢 不过还是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这么着急干吗去啊 我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说我男朋友进了军区总院 我要去看他 怎么了 他受伤了 还不知道呢 我送你去吧 现在是交通高峰期 导招车的 不用不用 那怎么好意思啊 别客气了 你忘了 我那个店 离军区总院不远的 顺便在这儿 上车吧 谢谢 谢谢 我是半天狗 目标已经接上林小小 现在走了 完毕 我带着什么礼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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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那儿买的装靴 还没给他啊 都这么久了 我也得知道他在哪儿才行啊 不会吧 现在解放军部队 保密制度这么严 连寄东西都不行 不是 是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我 他在哪个部队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其实 在他当兵这件事情上 我一直都支持反对意见